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不要拿成绩当作评判学生的唯一标准 学习应该有更多样的机会和渠道 希望我们不仅能学习知识 更能学到为人处事 希望无论我们的身体有多么的与众不同 都不会遭遇异样的眼光 无论在现实还是网络都能实现无障碍 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更多的尊重 支持和善意对待 希望我们生活里有更多美好的声音 才能习惯发展 再让人们安善 希望和平而终全力的学习 我们希望构建 一个绿色可持续的未来 充满善意的未来 残障包容的未来 没有暴力的未来 为青少年赋能的未来 和我们一起做出改变 你愿意吗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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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